检方也侦办了巴德合一住宅弊案 今天上午第二度提讯了桃园前副县长叶士文 目前呢检方怀疑叶士文呢除了在合一住宅案收贿 过去也常常会利用担任营建署长的身份 要求建商呢要建价卖给他房产 而检方呢近年两天都约谈了两个相关的建商董事长 包括了新复发建设还有甲山林建设 就是希望搜集呢更多对叶士文不利的证据 不过叶士文目前呢虽然是承认收钱 但是却声称自己拿钱没有办事 所以没有对价关系试图要争取降低刑期 戴着口罩上球车桃园前副县长叶士文 11号上午再度被北检提讯 检方办案紧迫盯人连续两天证讯叶士文 提出的大量人证物证也逼得叶士文终于松口承认 他收的1600万90汇款 不是向远雄借贷等于部分认罪 被告经承犯假官讯问后 以当庭向承犯假官坦承部分的犯罪事实 至于其他的侦查细节 则涉及到侦查不公开 本署在此无法对外说明 虽然坦诚收贿叶士文还是否认拿钱办事 法界推测叶士文现在的策略 其实是许多贪污官员的官用战术 毕竟收钱被逮个正招 叶士文只能力求减低刑则 那就是从难以证实的对价关系着手 如果他以违背职务收贿定罪 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只承认收钱却没有对价关系 那就只是不违背职务收贿罪 刑则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两者相比之下差距实在很大 我们律师会根据贪污资罪条例的相关法条 包括说那是否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 那我们也会跟他分析说 那在侦查中是否自白 以及是否有缴交一些犯罪所得 那这个部分可能对被告的权益 会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影响 虽然待在看守所内 但叶诗文也知道自己的弊案 冲击到桃园县长吴志阳的选情 律师也代表叶诗文向吴志阳表达歉意 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吴志阳吴县长 那也对不起以前提拔过他的长官 那他让他们失望了 10号晚间台北地检署以真人身份 传唤甲山林建设公司董事长驻文宇 还有叶诗文的两个儿子 因为叶诗文在系纸的豪宅 就登记在两个儿子名下 而豪宅就是甲山林建案 检方怀疑叶诗文又是利用职权低价购物 现在全面清查叶诗文的房产来源 抽丝剥茧要让叶诗文扶手认罪 UDN TV胡锦顺礼文浩无新闻台北报导